安省四间主要家居护理营运商要求安省政府增加对该行业的支援 以减轻医疗系统在疫情下所面对的压力 Baby Shore Healthcare, Closing the Gap Healthcare, VON Canada及SE Health 等四家家居护理服务供应商发表联合声明 表示加强家居护理所产生的效果比长期护理院及医院会更佳 Closing the Gap Healthcare 警政总裁McDonald表示 与家居护理有关的病例大幅降低大型护理 故此省府可透过专注社区护理服务 令更多人能免受病毒的伤害 根据省府的数据 疫情爆发高峰期至5月底 共有235宗病例是与家居护理有关 而长期护理院同期出现的病例则达4518宗 McDonald表示 家居护理至今并未被视为不少护理机构的可地带方案 他表示希望可获得更多支援 以提高家居护理业人员的工资及稳定性 因该行业的工作人员一般会比医院及长期护理院的同行业为低 西奶健康系统兼大学医疗网络长者医学总监辛哈医生 多年来一直提倡对家居护理系统进行改革 辛哈表示 由于没有足够家居护理服务 有超过3.8万名省民正等待进入长期护理院 他表示 长期护理院住客每天的护理开支为180元 而家居护理的每天开支则为103元 他表示 由于家居护理服务不足 故令医院压力大增 护理院系统也面对难以置信的压力 此外 安城省长福特宣布 投放4.61亿元 用作临时提高长期护理院 医院及社区服务部门工作的个人支援工作者 及直接支援工作者的薪酬 希望可吸引更多人在疫情期间 继续留守照顾有需要的人士 福特表示 PSW的现有工资 未能真正反映他们在疫情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 现在临时提高PSW的工资 是用作弥补这差距 令他们得到尊重